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像法国吧的马基石介绍开放语料 然后休息半小时之后到11点半再开始下半场 那今天其实是我跟Liz第一次面对面见面 我们说是这个网友的网剧 因为我们在线上已经沟通过非常多次了 我第一次跟教育部要台语资料的时候 应该就是Liz回复的 然后当时我就觉得很惊讶说 怎么有人对CC这么了解 而且这么有弹性 然后我们印象中公务员都是不做不错 然后怎么有这么厉害的人这样子 然后后来Liz就回信 就一直强调说 其实我不是公务员 我是派遣人员这样子 然后那后来那个在OSDC 我们第一次发表台语的盟点 那我就说这个 我小时候其实我阿嬷是陆港人 然后跟我都是讲河洛话 那但是后来我在学校就读 然后就也不知道怎么写台语字 然后后来就忘掉了 所以真的很感谢Liz跟教育部的同仁 就是持续推广 然后让我也可以找回自己的母语 那就让我们掌声 这个感谢Liz带来演讲 谢谢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真的很开心 有这个机会来跟大家讲一下 这些内幕 那我在这个自我介绍这边 有些写到 我是教育部的那个专业派遣 那终身教育师是这样 就是以前教育部有一个国语推行委员会 那当时这教育部的五部国语字典 跟敏克语言的各一部词典 它都是在那个国语推行委员会的管辖范围之内 后来呢 在那个政府组织改造的时候 国语推行委员会就被并掉了 它就没有了 那相关的业务呢 就一方面移到了国家教育研究院 现在的国家语言发展中心办公室 它未来是希望成立一个中心 但目前只是一个办公室 那国语的五部字典点 现在就移到那边去做维护 那敏克语言这边呢 就暂时还放在教育部 那这是另外一个在这个组织上面的问题 我们今天就暂时不提 好那专业派遣是怎么回事哦 大家可能很难想象 我们国家语文 全国掌管全国语文的这一些 所有的每一个承办人 全部都是派遣人员 就是派遣工 然后政府聘雇的这个派遣工 那因为早期我们是需要编 编转词典 并且后来做词典的维护 那所以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 相关的语文背景 包括就是国语或华语 然后还有闽南语跟客家语 那但是我们就都是派遣人员 那派遣人员有个好处啦 就是我们其实比较没有 公务员的那一些包袱 那待会我们会 又借由这个案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公务员在做事情的时候 会遇到什么样神奇的困境 还有可能我大概可以稍稍了解 或者是稍稍跟大家分享一下 公务员为什么会这么难以沟通 好那我今天大概会先分正几个东西来讲 第一个就是政府人员 对于资料的保护心态 因为这我相信 对这个距离V长期关注的人 一定都略有所闻 包括像那个当初 那个内政部的石家登陆系统 一发现资料被捞走之后 他们立刻把所有的数据改成图片 这我其实完全可以体会他们的心情 但是我不赞同这样的想法 好那再来就是台湾门南语长龙词词典 在资料库试出之前 正式试出之前 其实发生了一段跟试出没有什么关联 但是非常曲折的故事 那也是因为这件事情才促成了 后来我们对于门一点的资料试出的思考 那这个故事还蛮有趣的 应该是从来没有在公开场合讲过 那其实我今天来讲我也有点害怕 因为本部长官完全不知道 我要把这件事情抖出来 好 那包括就说政府跟企业能怎么合作 那后来我们如何在反复的法令当中过关斩将 结果最后这件事情完全落败在跟授权无关的地方 好 那不过呢 这个是因祸得福啦 因为这件事情搞到这么一大通啊之后 后来我们就开始思考说 哎不行不行 这样子哦 搞下去每一次授权 每一次资料释出都要面对这么多的麻烦 我们干脆避其功于一义 那又在那个时候接触到了创用CC这样的概念 所以后来我们才把这个资料用创用CC的方法释出 好 那其实在这整个过程当中 我一直在思考政府公开资料的相关的问题 那我也很希望今天能够听听大家的意见 好 那第一个是政府人员对于资料的保护心态 第一个就是我的 我这边的问号其实就是 为什么是你的 这个资料为什么是政府的 啊你们不是我们纳税钱缴出来 然后去工作的吗 那这个资料为什么会是我的 那个我就是指政府自己嘛 成果不能随便给别人 诶这个别人是谁 是人民吗 为什么人民会是别人 好 这个资料到底是属于谁的 但是这是真的是一个 谈到这个授权 谈到资料释出的时候 政府人员第一个会想到的东西就是 我的成果不能随便给别人 好那其实我在遇到资料释出资料分享的那个 障碍其实不止这一件啊 好第二个就是会不会被乱用 诶他们真的都这样想诶 就是他们觉得自己的东西很棒很好 确实啦有些东西真的很棒很好 但他们都觉得别人不棒不行 那东西出去了就可能会被乱用 好再来就是真的公务员真的怕的事情就是 我只把东西给你而不给他会不会有徒利的问题 他们非常害怕徒利 好再来就是因为公务员最怕立委嘛 然后那个媒体嘛 那我这个东西出去了之后会发生什么事 因为其实在整个公务员养成的过程当中 尤其是如果不积极去吸收新知的话 其实他们会很难想象这个东西出去之后会发生什么事 大家会被拿去怎么用 尤其G0V出现之后 公务员的快要吓死了 就是这个他们完全没有办法想象 现在都就是大家会怎么去用这些东西 那用了之后会不会出新闻 一旦出新闻 他们就会要花很多的力气跟时间去处理 好那我现在就开始在讲 因为刚刚那些心态很重要啦 因为这些心态会一直延续这整件事情 好第一个就是说我们政府跟企业合作互利的美事 如何变成一场噩梦 这个故事其实从2008年就开始了 哇塞今天都已经2014年了耶 2008年6月的时候 其实一开始 那个时候我们闽南语词典 其实已经将近一个完成的阶段 那我这边先跳另开视窗 稍微讲一下闽南语词典它的编转的历程 它其实从90民国90年的时候就开始有这个计划 那到93年94年那个时候初步的资料编转完成 但是那个时候闽南语的汉字跟闽南语的拼音 在台湾社会里面还有很多分歧的情况 再加上后来那一段时间就是整个 因为大家可能也知道我们的政府对于语文教育 其实是不太重视的 大家只有重视学校的国文 那其实根本不太有什么语文政策 于是乎这些东西就是累积了一定成果之后 有一段时间国语会它是一个完全 这些字词典是完全没有人维护的状态 那闽南语词典其实它已经编好了大概八成了 但是也都一直没有公布 那一直到后来是杜正胜担任这个教育部长之后呢 开始助于本土语言教育这一块 然后才把这些计划又重新通通都启动起来 那我们就整合了拼音整合了用字都整合好了 我们再把闽南语词典之前的资料 全部通通转换成我们新的标准 就是把投入版的拼音转变成台罗拼音 把旧的用字转变成新的用字 全部通通做完之后呢 大概在97年10月的时候公告了那个试用版 那在将近快要公告 我那时候工作快要将近这个完成的时候呢 音业达公司的一点通团队 一点通推广团队 他们主动找上我们 因为他们知道我们有一个这样的词典 好 那就通过几次电话沟通之后 我们就讨论了一下他们可能想到什么 那他们其实想得很清楚 因为他们有一个一点通嘛 那一点通其实经常 就是他们一直在做这个多语对弈 那他们想要 因为他们在这个中国已经开始有一些市场 所以他们想要把我们教育部的词典 跟他们的词典做结合 其实很像现在蒙典做的事情 但是我都说我真的觉得蒙典做的比他们好太多了 好因为我有看过他们之前原始的那个规划 还有那个界面 那个我之前有使用过啦 OK那他们的想法其实非常的清楚 就是他们希望教育部提供他们华敏英的三部词典的 对不起国语词典 明南语词典跟科语词典的内容 然后让他们跟他们自己本身的英汉和英词典做连结 他希望我们提供这个资料库 那企业来跟政府谈 他也先想好了他的回馈的方式 他的回馈的方式就是呢 他要免费提供给全国 台湾全国各中小学 免费使用他们这一套 这一个版本的一点东的权利 那当时的想法是说 我们就是把这个城市开放 然后让在限定学术网路里面下载 然后再给学校那个授权码 透过这样的方式免费的来让学校来使用 这是他们提出的规划 那当时我听到他们提案的时候 我其实非常非常的心动 因为就是因为我不是公务员嘛 所以我没有资料保护心态 有啦早期其实有一点点 我也有一点点怕 但是后来其实想想哦 尤其是台语的处境 其实就是我们根本不怕你来乱用我们的东西 我们只怕你看不见我们的东西 所以我对这个案子非常的有兴趣 加上当时的长官 其实也是很非典型的公务员 我们以前国语会的时候 全部人都是派遣 只有长官是公务员 那我觉得那时候很幸运的是 当时的两位长官的想法真的比较开放 跟大部分的公务员比起来也蛮不一样的 那于是我们就开始慢慢慢慢的跟这个音乐达谈说 我们可能可以怎么合作 好 那可是不管怎么样 长官再好他们还是公务员 只要是公务员 我觉得就一定就会有保护心态 那刚刚前面所讲的那一些 我们资料可不可以给别人用啦 你的我的那一些事情 他们都都突破了之后 现在真的最麻烦的事情就是会有图利的问题 因为做这个做磁点的厂商不止音乐达一家嘛 那我只给你我不给他 这样会不会图利 那虽然说看起来好像音乐达给我们的比较多 我们给他们的比较少 表面上啦 但是事实上你要真要去论到说这个背后可能带来的利益 这又很难说 好那我们就接着就是要处理图利的问题 那避免图利就是要公开 那我们找的现行法规 其实就是最后还是觉得只能够用政府采购法 可是采购它其实是一个用钱去买劳务或是财务的一个交换的概念 那我们这个东西我们没有出钱啊 教育部不出任何的钱 但是我们获得了东西 我们出的是一个资料库 于是乎我们就找到了政府采购法实行细则第六条第十项 它讲的是一个对价的关系 就是说除了钱之外 如果只要说这个两造双方觉得我给你的东西 跟你给我的东西在金钱上是等值的 那这样也可以用采购法来进行 好那得到了这个资讯之后 我们就觉得那行得通吗 好那公务员还是要照程序来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漫长的公文旅程 从2008年7月 就是你看他们6月来提 我们7月马上就进行公文了 好第一个就是内部要会签各单位 这部有什么法制处啦 有什么电算中心啦 就是这些单位要去请教他们的意见 外部的话我们找了一些采购专家来开这个咨询会 那只要确认说这样子做在法令上没有问题 好那我们刚刚提到了 对价是要金钱的等值 但是此点的资料库值多少钱 好那应业达要提供给我们的这个东西值多少钱 那就很麻烦啊 你要怎么去说此点资料库值多少钱呢 最后我们就想说那既然这样 我们就让负责采购的主管单位工程会来进行估价 结果工程会的回击是这是你们的事 没有啦就是其实他们也不知道啦 我觉得这个回击我可以想象一定是这样 因为就是他们怎么可能会知道此点资料库价值多少钱呢 好那后来我们又召开了第二次咨询会 那就确定说对价这件事情是行得通的 那钱怎么办呢 我们后来的做法是这样 他提供给全国中小学的那一些软体的数量是多少 那算了多少最后决定他是多少钱 因为他们有公定价格嘛 好那对应过来之后呢 此点这边我们就大概把编转此点的那一段时间的人事费 稿费大概抓一个数量 然后让这两边看起来这样金额非常的相等 然后当然就是他们给我们的金钱上会多一点 这样子对政府单位来说才会觉得我没有吃亏 好那这个 这个基本上在教育部里面从来没有人遇过 那大家都觉得这个这是什么啊 就是那时候就开始喔 每签一个单位他就要再退回来一次 每一个单位都觉得这是什么啊 然后就有一对意见 然后又不敢盖章 然后又觉得这样会不会有问题 所以那段时间真的是在跟各单位跳恰恰 就是一进一退一进一退一进一退 从10月到12月历经两个月 不过就是一篇公文而已 他可以在那边旅行的两个月 终于那时候部长合可了 好合可之后呢 我们就要进行所谓的招标的这个采购嘛 那2009年到2009年就是隔年的2月 我们第一次公开招标 那那时候为了安全我们走最严谨的程序 就是如果没有三家厂商来投标的话 当场就要再继续的延后 那又因为这个案子表面的金额很高额 所以每一次的等标期都要到45天 于是乎光光公开招标这件事情 就一直拖拖拖一直到4月才完成开标 好那一直到2009年的6月30号的那一天 才绝标签约 这已经过了一年了 好那本来都觉得很棒啊 就是终于我们签约了 那我们资料库就给你了嘛 那他们就开始去 这个上海的工程师就开始把这些资料 就是做修改啊 然后弄成他们的格式啊 然后弄出了一个版本然后让我们来试用 就觉得哇好棒 那时候还做了很多的推广活动哦 结果在2010年的9月 发生了一些我们当时完全没有料想到的事情 就是呢原住民族委员会发函给营业达说 他们在这一个采购法上面 在这一个采购案上面违反了采购法98条 采购法98条是说啊 我们企业 在台湾的企业 如果你要去投标政府的案子 你必须 然后你的员工数超过100人的话 你必须雇用一定比例的原住民 好那同样跟这一条差不多相似的 就是你也要雇用一定比例的身心障碍者 结果呢 英业达在这件事情上面呢 他们公司因为有4000多人 就挂在英业达这间公司底下有4000多人 于是乌算下来的那个原住民比例就很高 好那他们就没有达到这一个规定 那没有达到的话要怎么办呢 要缴交就业代金 什么叫就业代金 比如说我必须要雇用10个原住民 假使那这个采购案历时一年 那我因为我没有雇用10个 所以说我必须要给原民会 这10个人的最低基本工资 一年的薪水 那在我们这个case跟这个英业达的 员工数算下来 这个就业代金高达800多万 那对英业达来说 他当然是没有办法接受 所以他们就来找我们说那怎么办 怎么办呢 那时候真的是也花了非常多的力气 非常非常非常多的力气 包括我请他们我帮他们写公文 叫他们写公文给原民会 跟他们说 这个希望不要适用这一条 那我们这边呢也发函给工程会 希望他们能够重新解释这个东西 后来都没有办法 那后来也跟我们内部的高层讨论 最后我们就只好走解除契约这一图 因为唯有解除契约 他们才不用缴这笔钱 好那2010年12月28号就正式解除契约了 也就是说这过去这两年来 两年多来我都白忙了一场 好但是啊 因为这件事情一直处理的过程当中 我们其实一直不断地在思考这件事 就是词典的资料库是否应该为全民所共有 而且老实说当时 比如说当时的国语词典 因为他还是用Big 5的那个字码 然后系统都是比较旧的系统 老实说他其实不是非常的好用 那闽南语词典虽然在我们100年 就是2010年那时候虽然经过改版 那我觉得比之前好用多了 可是其实政府在做事情的时候 有太多的事情要顾虑 那他没有办法很灵活 所以我们就想说 如果尤其我们 请看蒙典座有这么棒 好那但是保护心态这件事情 又是公务员一直没有办法突破的点 那那个时候是这样 那时候教育部国语推行委员会 有五部的国语词典 跟敏克元的各一部词典 那当时我们跟长官讨论觉得说 既然音乐达想要这个资料 可能别的企业也会想要用 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些词典的资料库 做更加值的利用 一方面可以帮助我们推广 二方面可以回馈社会 这样不是很好吗 好我们有了这个想法之后 首先因为你要授权 你就必须要先有完整的著作权 于是当时我们做了一个 那个会内的所有的 这八部字词典的著作权盘点 好这一盘点下去不得了了 敏克元三部词典因为编转的时间很近 所以说它比较没有问题 但是国语词典它编转的时间 实在是太久远了 就是二十几年 那在这个中间呢 著作权法它经历了两次的修改 那会有发生争结点是在于 著作是属于雇用人的权利 跟还是那个受雇人 就是雇用人跟受雇人在这两次的 著作权的修改当中各有不同的权利 那于是乎国语词典就发生了一些 著作权的问题 好那可是 我觉得那国语词典你们就慢慢去弄吧 他们弄到前一阵子其实差不多搞定了啦 到前一阵子喔 今年是2014年了 好那美语典那个时候呢 我们就是立刻 因为门南语词典的状况比较单纯 而且我觉得当时可能产生的争议 我觉得是可以控制的 所以后来那时候我们就想说 那就处理这个著作权的问题 我们就让所有参与的那个编辑委员 去签我们的著作权的让语书 好那 接下来就是要用创作CC来释出了嘛 那创作CC就要考虑到释出条件啦 好了 要不要先非商业性 那那个姓名标示没有问题 那静止改做是此点坚持的 因为我们不希望就是被有一些就是 不当的改做 这个不当的改做并不是怕你乱用 而是它会可能会造成对于语言本身的误解 那这个对于掌管 维护词典维护的工作单位来想 是不乐见的 所以静止改做其实是用意在这边 但是这个商业性这件事情就有点麻烦 因为其实政府单位 你只要听到商业性你就很害怕 但是其实时至今日也没有什么好怕的 我觉得就就就已经 已经商业性这么久了 那又回到当时我就跟我们长官讨论啦 就算他拿去卖钱又如何 请问一下这世界上谁因为卖了词典 然后就发财的 没有啊 不可能 那既然这样我们在怕什么 谁会因为我们这个东西而赚钱 好 那就算好吧 就算他真的赚了钱好了 这难道是政府的功劳吗 他们能够把这个资料库拿去做一个很厉害的应用 然后因此而赚了大钱 这难道是政府的功劳吗 其实不是啊 那我们在怕什么 就别怕了嘛 好 那当时就是说 我暂时不管国语词典 那就是我刚好提到 门南语词典的性质跟台语的处境就是 我不怕你来用 我只怕你不用 所以我们就确定了 确定要这么做了 我们就让这个编辑委员来签署 述作权让语书 然后到2012年的6月 终于奉合 以创作息息姓名标示 禁止改作 授权释出 好 故事到这边 回顾起点是2008年6月 也就是说这件事情 从开始动到线 到真正释出 中间经历了四年 四年 好 那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 我想要提几个 就是说希望跟大家一起讨论 或是分享的一些问题 因为政府单位非常的 注意这个风险管控 因为他们 我们真的很害怕立委 很害怕媒体 那个东西新闻一爆 其实后面 每一次大家看到新闻之后 那政府单位里面的承办人 大概往后的那两三天 每天都没有好日子过 好 那可是就是说 风险管控其实是 预先的希望 不要出现 我们以正面一点来讲啦 就是既然我们知道 这样做不好 或是这样做可能有问题 我们干嘛不及早预防呢 但是那个东西过头了之后 其实就会变成 有一点莫名的恐惧 比如说像我刚刚讲的 如果今天我们的资料库 给别人拿去了 然后他因此地赚了大钱 那会怎么样 我们对于这个东西的恐惧到底是哪里来的 哎呀你不要怕啦 这是不可能的 因为他们真的很怕 那还有就是说 其实任何的著作权争议啊 老实讲 教育部会去告谁吗 根本不可能 政府单位他基本上不太敢告谁 除非这个压力太大了 比如说今天我们去林医 做了一件什么违法 比如啦违法的事情 侵犯了教育部的什么什么什么 所以他不敢告你吗 其实老师说我觉得不敢耶 那因为我们自己也知道不敢 所以我们要怎么样 我们就要尽量去避免 必须要诉讼的事情发生 因为如果这个状态 你就是必须要诉讼 然后你又不去诉讼 那就是你怠惰啦 那但是事实上 我们又真的不可能去诉讼 所以我们只好一直避免 一直避免一直避免 好 那最后呢 就跟大家报告一下 名语点的困境啦 就是说其实现在名语点的 释出的方式 老实说是不符合 创造其写的精神的 因为我们要求 就是要申请的人 要写一个申请单来 然后我再把资料库寄给你 那其实那是因为说 第一个 这个词典他还一直在修订当中 那第二个 其实这个修订啊 大家知道这个修订的团队 是有多大吗 我觉得大家可能很难想象 我米南语词典从 97年就是要做这个拼音用字转换 然后一直到上线 一直到现在每年的修订的维护 的投入的人力 大概只有五分之一个我 因为我现在主要的任务 通通都在另一件事情上面 就是我们的米南语认真考试 那考试因为是一个很很庞大的事情 那所以关于米南语词典的维护 所有的工作 你们所有的人对于这个词典的所有的意见 然后包括讨论等等等等 全部都是我一个人在负责 并且我大约只有用不到五分之一的时间 来处理这件事 我知道这词典有很多的问题 它还有很多可以改善的地方 但是老师我真的完全心有余力不足 五分之一个人力 这是我们目前米一点的困境 好 那以上就是大概简单地分享到这边 因为我希望留点时间跟大家做讨论 谢谢 四年了 听到快哭出来 那我想我们有留大概五分钟的时间 我们可能可以take大概两个问题左右 有没有就是人有什么想法 或者是问题想要提出来的 如果蒙点跟衍生设计真的因此赚钱了怎么办 我真的觉得赚钱了又如何 就是我不知道我这样想有没有错啦 就是因为这个资料库而使得蒙点赚钱了 我觉得完完全全就是后端处理这些资料的功劳 当然这个基础资料是来自于教育部 可是我不知道耶 因为其实像国语词典 他们前一阵子就是牛津词典有跟他们接触 那也是想要走这个商业授权 因为牛津词典他们想要收集全国 全世界就是许许多多的语言 然后纳入他们的大语料库当中 那这件事情也谈了非常非常的久 那因为这是别人的业务我也不太好意思去问 不过就我所知 他们就是一直在往这个方向去努力啦 那牛津词典会不会赚钱呢 我觉得还蛮有可能的 因为毕竟就是他的市场这么的大 那赚了钱之后会怎么样吗 我觉得不会耶 不好意思 因为事实上现在其实有一个字典 国外的PLECO 它事实上是在收费 然后其实也有打算要取用蒙点资料 对因为我们放弃所有权力 所以让人们关起城 对然后但是这样是不是会让 教育部之后的公务人员们 有任何的关系 其实我觉得他收费他会收得很高吗 他如果收很高一定没有人会买 他如果收得不高的话 他要赚多少钱 提供一下资讯 他的package是99块美金 对然后在iTunes上面是五颗型 所以非常多人买 我稍微自我揭露一下好了 因为那个牛津词典那边 我是他们的顾问 然后PLECO那边其实他们是说 他们现在之所以收钱 就是因为教育部没有放出来 没有CC授权放出来 所以他们重变过于词典 收的那个 收让使用者能够自己安装 第三方词典的那个服务 然后他们说只要教育部任何时候 愿意用CCND释出 只要没有那个NC 就是非商业使用的话 他们马上就会把它放到 那个免费的版本 所以他们现在收钱是等于在收那个外挂模组的钱 因为他们不想要担那个法律责任说 因为我们可以说合理使用 可是他们是美国公司 他们没有办法说他们合理使用 所以只要就是教育部有释出的话 就可以免费放到PLECO里面 目前我所知道的是这样子 我同事是有交代我还没有公告的事情 叫我今天不要乱讲 但是我只能说这指日可待 没关系这边有录音 所以你会让我看过去 对 我也是这么想 不过幸好就是他们真的 公务员不太会去关心这些事情 也不会有任何一个长官来看今天的直播 这个最后两分钟还有没有 还要问什么 可以请教一下台语认证 跟台南有个地方有认证 可以讲这个部分吗 这个好像有点另开视窗 没关系你不会讲 如果同意的话 因为我想说时间允许 台南那个是成大他们办的 成大的台湾英文学系 是由一个语言测验中心 就是蒋维文教授主持的 那当年其实早期也是 教育部的米南语认证 也是由他们开发 但是后来我们就分家了 我们自己重新拉了一个 比较接近CEFR的 还有各大的语言测验的架构 就是分卷分级失策 那他们后来也经过了一些改变 总之现在其实是 就像英语测验 也是会有托福啦 多译啦 那个全民音检 各种不同的英语测验一样 那米南语测验现在很棒的 它有两个米南语测验同时的存在 只是说因为他们没有 政府资金的挹注 所以他们报名费收得很高 因为他们必须自给自足 这一点比较可怜 那因为我们有 就是 就是一直有一些 政府的资金在挹注 米南语认证这个部分 所以我们报名费 一直收费都很低廉 尤其我们又要跟客委会 客与认证和原民认证竞争 所以我们只能够 就是一直维持收很少钱 大概是这样子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下半场其实还有panel 所以如果还有问题的话 可以在panel的时候提出 那我们就再掌声感谢 谢谢 谢谢